北京时间9月21日上午,苹果公司CEO库克在微博上向中国网友送出了中秋祝福,他写道,祝大家中秋快乐,和家团圆,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,尽享佳节月饼。 不过,眼前的网友发现,库克的微博小尾巴显示的仍然是iPhone 12 Pro Max,不少网友纷纷调侃,合着你也没用上13啊,你是不是也没有抢到13,原来你也买不起13。 9月17日,苹果iPhone 13系列开始在苹果官网和各大电商平台开启预售,预售开始后不久,各平台均遭遇渺眉的状况。 中国的苹果官网也出现页面卡顿,无法支付等各种状况。 当天晚上21点左右,话题苹果官网崩了,曾经登上微博实时热搜榜第一位。